看到北斗镇长选举落幕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跨海祝贺 毕竟日前他才高调到彰化亲自助选 拉拢蓝军的大动作没停过 不论是非律或是在野 进入推进主流民意大联盟 十天访美行启程前 郭董留下这番话 如今他八月八号就要回台了 打算发布重磅消息 八月十七号举办主流联盟餐会 包括屏东县议长周典论 前运林县长张荣卫 以及退党的张华议长谢典玲都受邀 敏感时期磨刀霍霍 传出郭台铭很可能在823宣战独立参选 国民党该讲的话都讲了 如果郭董只要参选 他应该也知道各方面的民调 好几方面的民调都显示 只要斯卡都赖金的躺着选 是不是他如果一参选 那他就等于是保重赖金的上面 郭台铭引爆蓝营焦虑感 内部更是杂音四起 还是继续骂啊 你还是会继续骂啊 认为说这个国民党 如果是自己不跟外面合的话 你会如何如何 这个骂声还是有 希望整合的声音还是有 党内的纷扰非常的多 他还是必须要把这个深蓝的 基本盘先稳住党内 面对郭董大军压境 建在弦上 侯友宜先力保蓝军基本盘 而现阶段柯老二只想稳住在野龙头宝座 传出柯阵营面对非绿整合的底牌 为三不一没有 不排斥合作 不主动接触 不政治分赃 当然也没有担任副手的选项 郭柯佩或者是说什么郭黄佩 等等的传闻 其实我想这可能都是属于特定阵营在放话 柯文哲会坚定的参选到底 代表民众党参选到底 蓝营的风风雨雨 柯文哲闪得远远的 不想被扫到台风位 靖心远黎婷 蔡成佑 曾房报道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